亲爱的朋友你好 当华人的家长想到我们的孩子要成功 我们一定是想他能够进入一个好的学校 而且出来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 那这就是成功吗 圣经里面成功的定义却不是如此 那圣经基督徒父母亲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为成功来定义呢 那圣经里面很清楚的 那就是我们要帮助子女 使用他神所赐的才能 把握神所赐给的机会 这就是成功 那你知道我们又怎么样来帮助子女吗 首先你知道家长 我们能有一生的影响力 不但是在成功 而且在婚姻和家庭 金钱 未来的职业 而且最重要的是信仰的传承上 我们家长能够有极大而且是长久的影响力 那我们谈谈 那我们既然说神都赐给我们 不但是有能力 那也有机会 那这些能力算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所想的天赋 或者是我们的潜力 或者是我们的本领 技术 专业的这些知识 虽然是我们学来的 可是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接着我们的智力 情商 适应力 学习能力 包括我们能够创新 能够有这种领导力 这些每一种的能力都是神赐给的 同时机会也是神所赐给的 包括我们的教育的机会 职业的机会 社会里面的人脉 市场上时代的这个 我们的不同的时代 这一些的机会不同 也都是神给的 包括我们在哪一个国家长大 家庭的背景 没有错 都是来自神的 那机会很清楚 在圣经里面讲的是在 特别在传道书里面 神掌管一切的时间和机会 在传道书第九章 我非常喜欢 然后都讲到 他看见这个传道者 他说在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 会打战的也不一定会得胜 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有饭吃 你看到这些 他做的这个总结是什么 所领导众人的 都是神所赐给他 那个时候的机会 有的时候机会常常是出人意料 有我们可是 他也却决定 我们的能力是否能够用得到 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机会 这也是传道书所说的 所以才能跟机会的确 没有才能 当然有机会没有用 有能力却没有机会 人才埋没 我们要的是什么 神所赐给我们的子女 他们有才能 加上他们能够把握机会 那就是成功 所以亲爱的家长们 我们要怎么样教导子女 有所谓的正确的圣经的才能观 那第一个我们相信 我的孩子一定是有才能 这是神赐给我们 只是我要怎么样去发掘他 我要怎么样特意的帮助 来培养子女 然后把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 来使用 然后我们当然 我们要改善 我们现在的亲子关系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 也把握机会 这样子他们才能够 有成功的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